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一切都是自动自发的精进 大家欢喜来读圣训 让我一次次与新佛更亲近 感谢新佛教导我幸福的道理 给我汲取太和正能量 让我全身充满太和元气 这是幸福满满的修行功课 也是心灵提升的美好资良 愿一切都平安吉祥 愿世间都和平安康 感恩上天的慈悲 感恩上天的慈悲 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到 第224次白羊圣性伦理的研读 那我们今天同样呢 要读的是行有一粒 哲乙邪文 那我们把昨天读的有一部分 稍微复习一下 来一个读圈 哲乙白暴训 虚荣慈悲 光美不美 我没有看过松树 松树其貌不扬 是不是 挺挺地站在那里 没有什么花样 看风也要顾到你 你们喜欢花 还是喜欢松树人 松树 真的吗 不是说 吞到十八姑娘一朵花吗 这个十八姑娘一朵花 可以持久多长时间呢 花如百日红 人如千日好 所以会在了美 就像夏天的果实 容易腐烂 只有内在美好的品德 才能藏留在人人的心中 松树和花朵还有句话 善如轻松 恶如花 善如就像轻松一样 可不起眼 但是很耐久 可以坚持到底 可以暗然日章 恶了就像花朵一样 因为喜欢逞强斗圣 所以只很茂盛 不容易凋谢 果报一来就卸掉了 善如轻松二思花 轻松的但不如花 因为善人不会使心气 不会跟人家 真强斗圣 都是吃亏的那 有朝一日连双下 只见轻松五见花 大姓慈悲 小些人知道 他们为什么喜欢轻松 休职的为什么人 大姓慈悲 不只喜欢轻松 还喜欢梅树 只要轻松没事的过每一天 太快乐了 找工作也要找 且多事少已加进的 人的欲望 贪念就是这样永远不满足 但是修了大用 知道怎样去止住 不要继续扩大这个欲望 显示你的风呼 学到几根的 没有 知道就要开始 左手去做 如果没有 开始拿来的结果 就要紫背 请问海浪本来就有的吗 挺进的时候有海浪吗 没有 同样的 你的本系里面 有这些体系毛病吗 本来就有的吗 没有 是莫然沾染的 是不是啊 是 所以修道就是 去其本无 勿其本无 去其本无就是贪嗔痴 本来没有的去掉 本来就有的 刚常鼓里 无常知德 把汉灰物要挤在心里 大心慈悲 人最难的自情游乐 天心就在里头 有 事情游乐的时候 才会有 忏悔自我怀醒的心 心太多的时候 什么都是别人错 所有理由都出来了 有没有这个经验 有 当心慈悲 事情的好坏 不是用人心去想的 今后如果行 是跌倒 是好事还是坏事 如果 你还能再爬起来 代表你骨头好 没有跌倒怎么知道自己还可以爬起来呢 没有挫折怎么知道自己有突破这个难关的智慧 智慧就是在突破困难过关的过程生出来的 如果很安静很顺碎 智慧就永远不出来了 所以闲事人会没有怕挫折 闲事人有没有受过毁霸 有 都被毁霸些什么 都没有收缩 毁霸的语言好不好听 不好听 若你不是个修道人 这人还不会毁霸你 是不是 是 因为荡是很高的 比别人看你也看得到 如果你做不到 难免会受到毁霸 如果已经身为有修道人 做得没有比别人好 就往后了这么多时间 所以就当要自我养熟 就当手当要列宁的品格 显示的品格好不好 是自己说的吗 显示人认识一百个人 一百个人说你不好 一个人说你不好 但九十九个都说你好 代表你是真的好 虽然慈悲 不只是听道理 如果悟而不入心 就不会有寡乐 而且当你真正实现了真理之后 你相信 原来自己也可以做得到 那样会不会产生发喜 好 接下来是我们今天要开始读的部分 来我们请谨词 则以白话训二识 心翁慈悲 现在人的毛病是什么 说得多做得少 这就是毛病 如何知行合一 要不要勉励自己 要因为做得多 感悟的也多 听得多学得多 那只是知识多 但不会有自己的体会 为什么老人家经验多 是不是自己走过来的呀 是 修道路也是靠自己 一步一脚印 自己走过来的 能不能 能不能别人帮你走呢 不能 夜要自己消 愿要自己了 路要自己走 缘要自己了 你身边的人 不管是善缘还是恶缘 总是要圆满这个缘 这要不要忍耐 要 修道要有忍耐的功夫 才算得上修道 修道不是随心所欲的 修道有考 有考考磨磨 挫折考验 来造就你们的品格 忍耐是初步的功夫 如果没有这个初步的功夫 你跳不上去的 所以修道踏实一点 不要谈那么高 好 先奉持非 先是讲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毛病 毛病一定要自己想办法了解 自己知道自己的问题 然后要去改 那现在人的毛病 最多的就是说得多做得少 所以免疫我们要执行合一 修道就像走人生的路 一步一脚印 要自己踏踏实实的走 那每走一步呢 就好像业要自己消 业要自己了 路要自己走 缘要自己了 这讲得很好 就是说 我们踏踏实实的每走一步 就可以把我们该了的 该做的 都把它做好 这个叫做踏实的走每一步 那修道的功夫还要一层 叫做忍耐 所以先奉勉励我们 在考考模模的过程当中 锻炼我们的耐性 锻炼我们的品格 锻炼我们的功夫 忍耐的功夫 佛侯了 好 继续呢 我们来请丽萍 天王慈悲 有些人会羡慕庄子的逍遥 我很逍遥 父母讲的话我不用听 都没有孝顺父母 谈什么逍遥 你的脾气毛病 没有真正的除掉 有办法真正逍遥吗 逍遥就像老朽 我跟蓝大仙这样 云游四海 哪有众生就哪去 而且千百亿化身 通行无阻 能阻挡我们的 只有你们的业力而已 没有别的可以阻挡我们 逍遥要从格物开始做 心里面要真正的安静 才是逍遥 心不干净 很多愿恨心机 能逍遥吗 不能 好 那先报这边免利我们 很多人都错用了 逍遥这个名词 其实逍遥不是 什么事情都不管 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 有些应该做的事 必要做的事 比如说孝顺父母 还有感毛病气脾气 其实要逍遥之前 这些都要先做好 那我们逍遥要有格物的功夫 这一段的话 给我们很多的思考的空间 这个人都有很多的业力在阻挡 所以我们要真正逍遥 要透过格物 把这些业力业障给阻挡 所以像我们昨天 在我们的明德园 易经书宴有一位道亲带人要来求道 就没求成 那个过程真的是让人精心胆战 那个业力来 业障现前的时候 所以很可怕 这个都是要做好格物的功夫 我们平常就要自我要求 心里面一定要有感恩 要把所有人的道理做好 然后要能够定静 安静 然后心不清静 就会有很多的怨恨心机 这些等等跑进来 那这个如何逍遥呢 我们继续来请宿珠姐 通持续 其实人很笨 使心机来陷害人 以后别人被你设计了 其实是你自己设计了自己 心机就像绳子 没人还没被设计 自己的心机 心就先被绑住了 常用心机的人会很痛苦 快乐不起来 总是计算 计算别人会不会耍我 骗我 修道要单纯一点 要恢复赤子之心 该哭就哭 该笑就笑 肚子饿了就吃饭 困了就休息 道法自然 深风持续 可是往往现在的人 该吃饭不吃饭 该睡觉不睡觉 日夜颠倒 身体不好 心情也不好 导致人际关心也不好 什么都来 是不是 是 所以道奥不奥妙 奥妙 看起来很简单 你不用心体会 还真不懂 讲了你说原来这么简单 日常生活都有道 我怎么不觉得呢 好 县风说 很慈悲啊 勉励我们 人要单纯一点 就像修道要单纯一点一样 要恢复赤子心 不要经常耍心机 陷害别人 其实就是陷害了自己 设计别人 就是设计了自己 心机就像绳子 会把自己的心给保住了 常用心机的人就会很痛苦 快乐不起来 这段话讲得非常贴切 所以我们现代人 应该要懂得 就像我们日本的医经学院的 马可就是赤子心 那懂得恢复赤子心 该哭就哭 该笑就笑 肚子饿了就吃饭 困了就休息 道法之人 这讲得真的是非常贴切 然后先光又勉励我们 我们该睡觉就要睡觉 不要日夜颠倒 生活要正常 该吃饭就吃饭 其实很多事情就是 这个叫单纯 生活 就是该吃饭就吃饭 该睡觉就睡觉 不要有太多的 让自己日夜颠倒的事情 或者是 心神不灵的事 做了太多 晚上就睡不好 所以到其实的奥妙在哪里呢 奥妙就是很简单 就在日常生活当中 让我们生活的安然 很自在 很快乐 这就是生活有道 我们继续来读 我们请美训 得以白话训 先锋来佛堂听道理 是要喜欢你的良知良能 每一个人都是佛 都有行 无边的智慧跟德性 只是被蒙蔽住而已 现在被动的心性 以后要不要自己动起来 要自己不动 先佛菩萨也没有办法 先锋 先佛菩萨只是做推动的工作 一个助缘而已 如果你们真修十半 成就不雅于八仙 不相信啊 八仙哪个时代 有没有大胎普度 没有 纵然先佛修得很好 但是有没有普度众生 还是要等到三期的时候 来普度众生 现在你们白羊弟子 如果真正立志修到半道 普度众生 将来果位是不雅于八仙 先锋很直辩名利 我们希望将来 大家的努力 好好的修这个果位啊 都会很高的 甚至呢超过很多的先佛啊 八仙啊 所以先锋勉力 我们来佛堂听道理 最重要就是 要启发我们自己的良知良人 这是我们的良心啊 那因为众生皆有佛性 每个人都有良心 只是呢 有时候被蒙蔽了 我们需要有一个机会啊 来接受法语的滋润 来得到启发 那当然 良心的启发啊 不能只是坐着听课 有时候还要实践 最重要的就是度化众生 发慈悲心 发一个慈悲心啊 就是发菩提心 度化众生 也就是度人 就是度己啦 将来的成就 你度了众生 等于度了自己 将来的成就呢 其实就看我们度化多少众生 尤其白扬起 所以这边 将来的果位啊 要不雅一八仙 这是对我们的起习啦 希望我们半道啊 修道半道 度化众生 能够很多很多这样子 广度有缘 好 我们继续来研读 我们请陆老师 所以白化训二十四 先锋持训 看你们的前人辈 白水圣地 成就了菩萨滋味 有在发心之下吗 事实物者为俊杰 纵然有多大的本领 不逢时机啊 现在正逢好时机 可以事半功倍 你却不把握 那就是凡夫俗子一个 如果你把握了 揉机会变凤房 房屋会变圣贤 首先要起信 对道的信心要起发出来 无信不利 对道没有信心 不要谈修道 对道信心不足 一定会像扶贫一样 流来流去 没有一个方向 谢谢 你们都没有在吃素 所以耐力不足 你们要做虎 豹 还是牵尼玛 牵尼玛 牵尼玛吃什么 草 不是要你吃草 要吃素 吃素体力好 抵抗力好 心肠更好 而且心情好 看到小白兔 整天笑咪咪咪的 人见人爱 那个苦抱 你敢接近吗 不敢 为什么 凶 怕被吃掉 好 先锋 慈悲 勉励我们 刚讲到说 果位 将来大家都要 清除一篮 胜一篮 要比这些仙佛 都还要高 比八仙还要高 就记得 白水圣地为例 他是已经到了一个 菩萨之位了 所以大家要有一个 笑话的对象 好好去努力 因为这个时机 这是最好的时机 我们可以事半功倍了 只要我们肯努力 因为以前没有大开谷路 现在有 所以我们可以用 事半功倍的方式 可以做得更好 那这里就好比 这边讲的 隆基变凤凰 凡夫会变圣行 但是呢 首先一定要起信 起信就是说 要对我们这个道 道真理真天命真 一定要有 很十足的 很充分的 就是说 那种信心的能量 要很强 要成为一个大信金子 如果信心不足 会像扶贫一样 梅根 到处飘 再来 先锋名利 我们要吃素 他挤了一个例子 这个要当个千里马 千里马是吃素的 你看他耐力体力多好 不要做虎报 虎报 爆发力大 但是不持久 所以 而且 虎报呢 人家都不敢接近 所以吃婚的人 人家不敢接近 这个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因为 比较容易花脾气 怕别 怕 这个叫做人很凶啊 就像这个虎报 要吃人一样 很可怕的 好 继续来读 我们请写琴 则以白话训 二十五 先翁慈悲说 将心比心 你心尝好 发了个善愿 人见人爱 哪里怕度不到人 如果你 人见人怕 要不要反省 要 不是你长得漂亮 人家就喜欢 有的人 人人很有人缘 但长相并不怎么样 这也跟 累世所及的缘有关系 你们修道要广结善缘 不以善小而不为 小小的善行 能够给人方便的 要不要随手做 要 不要说我现在已经修道了 修天道了 每天往博堂跑 家里一切 甚至路上需要帮助的都 袖手旁观 这样可以吗 不可以哦 这样人家会批评 这个修道人没爱心 先锋讲的是一个 很实际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们要当一个人见 人喜欢人爱的人 不要当一个人见人怕的人 如果人家看到我们都会害怕 那我们就要还行 人家喜欢我们 不是因为 长得漂不漂亮的问题 而是那个慈悲心有没有 所以要有好心肠 要有慈悲心 不要说 在道场尽心尽力 结果呢 对人 尤其对外面的人 都漠不惯心 那 等于说 每天往佛堂跑 家里的一切 甚至路上要人家帮忙 都袖手旁观 没有付出我们的爱心 尤其家人更要付出爱心 孝心 好 来我们继续请隶属讲师 德语百化性26 先公慈悲 刚刚学开车 会很不习惯很多的交通规则 但是久了 就自然习惯了 这是保护你们 是不是 是 所以交道也是一样 活归礼节 也是一样 刚开始先忍耐 勉强 慢慢的习惯了 就自然了 要让活归礼节来保护自己 不要觉得它是一个约束 其实活归礼节 不只是约束身 还要约束心 因为人的心 心元一马 比孙悟空还厉害 厉害很多倍 孙悟空72倍 你们的心几遍呢 有时候 这一秒钟和下一秒钟的心 就不一样了 是不是 是 甚至你们自己 都搞不清楚自己 到底在想什么 我到底是怎么了 我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好 先锋慈悲 举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就是一般 因为在场很多年轻人 大家都不喜欢被耶稣 对到场的佛归礼节 就有一些难以接受 甚至因为这样不想来 所以先锋慈悲就说 就像我们携开车 那我们学会开车了 我们要上路 你就会发现很多交通规则要守 就好像佛归礼节就像这些交通规则 你要开车上路 你要在佛堂这里修办 那一样要守规则 就好像守佛归礼节一样 慢慢的我们就习惯了 开车会开的人 他很自然的就知道哪些规则要遵守 就像在佛堂久了 你自然就会自我耶稣 你就不需要佛归礼节来耶稣了 因为人的心比孙悟空还要厉害 孙悟空的心叫做猴子的心叫做心颜义玛 这个心颜义玛一旦发动起来 这个生物空七十二变 人心那更厉害不知道几变 这一秒钟跟下一秒钟心思就不一样 所以人心善变 超过七十二变 所以先锋名利我们 心的耶稣很重要 佛归礼节其实也是耶稣身心 好我们继续来研读 我们请苏坚 车里难道续 羞入此碑 自己难求我懵懂 迷迷无辜过一生 正因为还没有求到之前 找不到自己的心 是不是?是! 现在找到了吗?找到了! 不要把你不是心脏的心 是云头的这个心 心找到了就不要再让它跑掉 跑掉了就拉回来 一直跑掉了怎么办? 拿回来聪明 聪明久了它就乖了 就收放置物 让它出去就出去 进来就进来 大谢慈悲 别人都说母子连心 显示人有没有连上老母的心 给人生慈悲 我们要跟老母连心 老母就是生我们灵性的老母上帝 人都常常只想着自己想要吃什么好吃的 可以想到自己的父母 哪个地方好玩好看 可以想到自己的父母 没有想到父母 只有想到孩子啊 好 先锋持悲 敏利我们 不要 我们懂懂 迷迷糊 就过了一生了 真的 从求到以后 我们要猛心自问 我们真正找到了自己了没有 找到的不是我们的那个 心脏的心 找到自己的源头 这个源头才重要 这个源头在哪里呢 就从老母那边来的 我们的源胎佛性 所以这一个心 这个叫真心 这个真心 是老母给我们的那个源胎佛性 千万不要让它跑掉了 跑掉就要拉回来 所以学问之道 无他 求其放心 就是这个意思 这要怎么拉回来呢 那就是自己修炼的功夫了 守弦归零 找回真我 发菩提心 这就是把心召回来 那别人都说母子连心 所以这个大仙就名利我们 要常常跟老母连心 同时我们也要跟自己的父母亲连心 什么意思呢 如果自己想着要吃什么好吃的 也要想想父母 父母有没有得吃啊 父母有没有吃好吃的啦 那我们都常常想自己要去哪里 好玩的 有没有想想父母 是不是也可以跟父母一起出去玩啊 等等 那一份孝心最重要啦 这个叫做母子连心 跟家人的连心 我们继续行锦词 择以白话训二十七 大仙慈悲 现今的孝子也很多 还没结婚的就想到自己的爱人 不知闲事们喜不喜欢唱歌 喜欢 音乐可以影响心情 你们如果常常喜欢听迷迷之音 情爱的歌 难怪越听越烦 越听越俗 都是你你我我 除了爱情 除了爱还是情 除了情之外 还是欲心的腐败 心翁说 这是轮回的种子 心翁紫悲 每天修得很快乐 笑哈哈像弥勒佛 你们是谁的徒孙呢 弥勒祖师 弥勒祖师 那你们有没有弥勒祖师的大度呢 学不到大度 先学笑容面好不好 好 可是弥勒祖师的笑容 是非常灿烂的 不可以皮笑若不笑 也不可以强颜欢笑的 心里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 才笑得出来的 是不是 是 先问这边美丽我们 每天要很开心笑哈哈 但是 如果我们心里有事 或是我们被情爱家手给困住了 我们就笑不出来了 或者是我们 没有把这些 做人该做的道理 尤其是笑 笑到没做好 将来呢 我们都会很后悔 也就笑不出来 人生就觉得有遗憾 那所以先问美丽我们 千万不要掉到这些 亲爱家手里面 每天要快快乐乐的 笑哈哈就像米勒 心中没有事 就能够笑得出来 要不然呢 心中有里面的 有很多的千禅 那我们常常就是强颜欢笑 皮笑肉不笑 心里面有很多事 又不敢讲 有很多千禅 又放不下 那怎么会快乐的强 那就没办法像 老祖师那样的 度大能容 笑口敞开 目前请坐 请坐坐卧都可以 我们把心定下来了 现在就可以来 共恋太阔 来菩萨滴美眼观鼻 回到明师一点处 鼻观心 这个时候我们的菩提心 已经被启动 接下来弦观是开着的 所以你有绵绵若醇的感觉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 深呼吸 好当深呼吸的时候 记得用我们的意念 把太阔之气 潜引进来 到我们的前身 到丹田 到脚底 再呼出来 一吸一呼当中 让太阔炎气 充满前身 这一股浩然正气 让我们今天都能够 心情各方面都非常的好 而且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 今天呢 先我直辈给我们讲到说 人的心啊 如果没有经过 这个 比如说开车 你要有交通规则要守 人的心也要有一些佛归礼节来耶稣 其实我们的佛归礼节 耶稣身心 这个是起心动念就要做的 那我们 当我们在耶稣自己的身心的时候 我们也要不断的让自己的心 充满正能量 就像我们 把这个太阔炎气牵引进来 让心充满正能量 正能量也是 对自己的起心动念最好的耶稣 要不然 我们都很容易产生一些妄念 产生一些 不当的念头 一些妄想 妄想心 妄想心就是烦恼 然后呢 那这些呢从哪边来也是我们的心来的 所以 耶稣身心呢 一方面除了外在的佛归礼节 还有 我们内在的正能量 正能量就是要从 这个天地间来吸收这股正气 正气吸进来 让我们的全身充满正能量 心也会充满正能量 那这个就是最好来 让自己 心得到耶稣的一个 那股正能量 要常常常常 让心充满正能量 好的 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边 感恩感谢 那也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 平平安安 顺顺利利